坎城之急 金城武就常泽雅美粉尷尬 Q樣大放鬆 喔 金城武怎麼這麼可愛 他在坎城為了電影《太平倫》接受專訪 該片改編1949年發生了《太平倫沉默事件》 飾演均衣的金城武和常泽雅美有一段苦戀 演戲的狀況也跟我們學習的了 就是... 一直都很... 就會很尷尬 其實就是... 這種戲都是會很尷尬 而且都還沒有... 我常常會想像道友昨天講一個好 他們會講到一個點就是說 因為他們太熟了 那拍這樣的戲其實很尷尬 那我會覺得其實不熟也很尷尬 那一天要拍那一場戲的時候 我是喊... 我就... 我就說我們可不可以聊一下 不是說親熱性 是你要把那個... 很死對的感情引出來 我覺得最辛苦的部分真的就是... 就是內心... 感情那些... 跟赤屁也是一樣 就是... 大家... 戰場很辛苦 我沒有... 這一部我也是... 沒有... 我可能是聽到遠處的報告 聽別人的報告 金城武內斂的演技讓導演衛森 緊握囉 我認為是金城武從年以來是... 最棒的 表現的最... 最好的一個 金城武知道後 我當然每一部都希望... 就盡量去做嘛 那好不好 就看... 大家的口味 蘋果別浪 赤屁 被電運的枝砍成枝雞報道